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我有做过一个动作 就不小心 踏了一下我的膝盖就 就受伤了 那两个月很空的 它感到很拥有 因为我没有去练习 我没有去练习 我没有去练习 所以它感到很空的 所以我就想 我都不懂我在练什么的 脚痛这个坐又坐不到 那个坐又坐不到 就觉得很飞 我觉得我很颓废这样子 所以我稍微想离开 如果我离开 现在就会 我会浪费整个9年 它是一部分的我的生命 基本上 我已经学了它 很少 当我年轻 所以 我现在的生命是一部分 我的妈妈 然后我的妈妈 就说我 不得很快 所以我继续 我非常享受它 最终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练脚 我还可以练手 但是如果我手痛的话 我也可以练脚 只是做的东西 可能比较轻 但是有练到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会练脚 所以我会练脚 我会练脚 比较大 最终是中国 可能是在美国 可能是在美国 是一部分 但 我真的不觉得 我已经被离开 或什么 他不可能 会练脚 学习 我学习 他不像这样 可是练脚 过后又觉得 很好相处 而且他们也练得很好 我会很开心 OK 来 学 这种感觉 它不重要 如果你是年轻 或年轻 或年轻 但实际上 我相信太极会 幸运轻人 因为是接触了太极过后 知道太极的一些好处 跟它的特点 它的优雅 的地方 我才喜欢上太极的 我认为我 是个年轻人 可能在未来 他会更加适合 因为现在 已经有很多竞争 他会看到电视 所以我认为 它会更加适合 因为现在太极 都有被国外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太极继续 推广的话 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太极这个 武术项目 然后也会 喜欢上太极 一个目标 可能会参加国家 或甚至是一个国家 组织 达到国家 级组织 至少 跟 竹马 跟 Lady World Champion 等等 CM 大家都会看的 大家都知道 努力了那么久 就是想再拿多一次 最好的一个成绩 给自己 这是我最后的目标 可以了 如果要的话 一定可以了 如何 尽管 随小的 确尔 可以吗 现在 不是 可以吗 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